噢不 遇到鳥屎不用怕 這是大叔三步驟帶大家一起 對抗鳥屎大作戰 Let's go 現在是一大早的時間 大叔現在帶大家到我們的社區環境看一下 主要是要看不一定這些樹木 這些樹木在社區環境景觀非常不錯 空氣也很好 所以早上的時候都會有許多的居民在我們社區裡面慢跑 或是散步 如果大家一大早來牽車的時候 發現自己的車子變成這樣子 不知道會不會公公掉 這台車子停在我們社區 一個大樹下的車子 車頂啊 車椅盆啊 或是鳥屎 肚脂 或是樹葉 蛤 我們仔細看一下它的骨頸蓋的部分 從側邊的反光看都有一些物質存在 那看到這罩喔 鳥屎還有乾雕 這個不確定是鳥屎 這是鳥屎 骨頸蓋倒影上面的呢 就是它鎮小毛的大樹 側邊呢也是非常激情 住的飾板上 情況我覺得是非常嚴重 對許多停在戶外的車友來說呢 鳥屎呢 會是損害我們烤雞的危險因素之一 怎麼樣來避免這樣的情況 或是甚至遇到這樣的情況 該怎麼樣來處理 這次大樹會從 預防、清潔、防護 還有分享我個人的一個 慘痛的經驗 給大家做參考 那我們就開始吧 那怎麼知道這棵樹上面會不會有鳥 在上面塗草 會有鳥屎 或者是一些樹枝、樹葉的部分 其實看路上就會非常明顯 落下來的毒屎 五顆就是還沒爆的 那這些是爆開的 那這邊還有產產鳥屎 那這邊就非常明顯的鳥屎 非常建議呢 若停在外面 其實大概兩、三天 都以今天的情況之下 一定要過來塗一下 今天我在巡車的時候發現 有一些鳥屎的痕跡 比如說這個 你看我的車子 目前居在這個路線是真的 可是你看 我記憶的話那邊 就是有一段地理 還就會有一些 所以就是天有不測風雲 鳥屎的牢都有 那我們現在來巡一下 除了這邊之外 還有哪邊有鳥屎 像這邊 不確定是洛果還是 就是 什麼東西全都是被車機非常不好 這邊呢 這鳥屎已經乾掉了 那現在是標語小異 雖然是下雨 今天呢 會把這個鳥屎的照片 先把它帶掉 所以它比較不會附著在 車子上 就因為我車子有避急的 上水部模擬 那我們現在就看看整個區域 像我現在的車底部 會有這兩筆 這個是一般的水 就是外用的清潔劑 先以這個 這一塊區域為例 我會先 稍微用水沖一下 我會拿得很清楚的油脂 對不對 對 你可以跟它的區域 多洗澡 多油脂在上面 然後噴上 外用清潔劑 外用清潔劑 外用清潔劑是不傷色氣的 我要稍微再擦一下 主要原因就是要讓這個 鳥屎軟化 那我們現在來看 這麼一推 看的還是可以講 再稍微用清水沖一下 這屌的還好 應該是沒幾天的鳥屎喔 所以還蠻好清潔劑 接下來我們來處理側頂這一腳 一樣喔 側頂水沖 先這樣處理 等它一下 差不多可以 我們把它推起來看看 那這個確定是粒子 那這個確定是粒子 要用水沖沖 因為沒有被板子造成一隻爽 在處理完之後呢 我們再噴醉露膜 把它處理一下 水露膜呢一來呢 我們可以到這 剛剛有夢要親 記得把這個水露膜帶起來 再補上去喔 那也可以增加這邊的保護力 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馬上都流走 這剛才呢就是 鳥屎在車上的一個 主要的一個處理方式 鳥屎是不是好清理呢 附著在車上的時間呢 會不會損害到烤漆 精油層的部分呢 其實是要回歸到 我們對烤漆車身的一個保養 那其實基礎的保養 就像水肚膜打蠟 對防護我們精油層的損害 所以 人家說 沒有醜女人 只有懶女人 那我必須要說 其實沒有 不量的車 只有懶多的車主 只要定期呢 養成這個洗車的習慣喔 那在洗車之後呢 一定要幫車身 做一個基礎的一個保護房 防護喔 可以不用怕說 在幾天的時間 鳥屎可能對車身造成一些影響 那當然這也是從我的經驗來的 鳥屎在很久之前呢 造成我的這個 跑漆的精油層的一個損害喔 那當時的處理的方式 也是不正確的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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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透過我簡單的分享呢 讓車友們呢 遇到鳥屎這種情況之下的時候呢 可以用最安全的方式處理 不要損害到我們的這個精油層部分 大叔來車分享呢 我們下次見